初秋的北京,气候宜人,喜庆祥和 12号下午,习近平从中南海乘车来到位于北京西郊江山公园内的香山革命纪念地视察 习近平首先来到双清别墅,瞻仰毛泽东同志当年办公居住的地方 修缮一心的双清别墅保持了原有风貌,绿树成荫,格外幽静 别墅内,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饭厅的家具陈设 床上的书籍和墙上的中国解放区县市图,最新北平大地图等的摆放都一如原样 习近平仔细查看,不时询问历史细节,对别墅的维护、修缮和文物保护表示满意 接着,习近平步行来到不远处的莱清宣 瞻仰了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毕石同志的办公居住地 同大家一起缅怀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香山工作生活情况 离开莱清宣,习近平来到香山脚下的香山革命纪念馆 参观了为新中国奠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主题展览 新建成的纪念馆庄重大器 习近平走进纪念馆,认真听取了每一个单元的讲解 正在播放的北平和平解放 西苑机场阅兵 开国大典等珍贵影像纪录片 吸引了习近平的目光 他驻足观看,不时同大家交流 回顾当年党中央进驻北京的历史细节 参观结束时 习近平在纪念馆续厅发表了重要讲话 他表示,1949年3月23号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 以赶好的清醒和坚定打好新时代的答卷 习近平强调 历史充分证明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界 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展望未来,中国的发展前景无限美好 丁薛祥、陈希、蔡奇、尤全 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北京市有关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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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